陶晶莹和李李仁是演艺圈公认的模范夫妻,两人婚后遇有一对子女,常在脸书晒一家四口的天伦之乐,甜蜜之情令人呈现。 而两人的婚姻也迈入了第十四年,一路走来感情不但没有变淡,反而还更甜蜜,究竟他们的婚姻经营秘诀是什么呢? 赶快一起来瞧瞧李李仁曾受访表示,自己不管是工作或是生活方面,都没办法缺少陶晶莹,就算老婆无法时常陪在自己的身边,但有她最真挚的关心和建议就足够。 因此另一半对她而言,不仅是生活一辈子的伴侣,更是人生中的知己。 陶晶莹在36岁那年遇到李李仁才开始有了想婚的念头,在此之前她原本打算一辈子不婚。 她表示,和李李仁相识相恋到走入婚姻,才了解到人不是商品,不是你选到的,真的是经过相处,互动,有了化学变化,这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断改变,最后变成契合的我们。 因此她也鼓励现代人,不要马上认定对方就是你的真命天子邪线女,因为在热恋过程中本来就会看不到对方的缺点,或者就算有发现,你也会无条件包容,这样到了最后反而会害惨自己。 毕竟爱情本来就需要经营,藉由彼此磨合,对方才可能是你生命中的对的人。 陶金莹跟李李仁刚结婚时,面对老婆的事业比自己更成功,她不但没有觉得失去男性尊严,反而还大力支持陶金莹继续生耕,她表示,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,就应该要支持她去做她喜欢的事。 相同的,陶金莹尽管工作繁忙,但她一直很乐意陪着李李仁去做户外活动。 陶金莹和李李仁对于吵架都有一个共识,那就是借由吵架可以沟通双方价值观跟看法,而且一定会想清楚吵架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,绝不是要争格你输我赢。 因此结婚至今,她们先少吵架,都是用沟通来解决问题。 陶金莹表示,以下这五件事绝对别要求另一半做,因为不但没达到你期望的结果,还可能会因此大吵一架。 很多女生挑衣服时,总喜欢问另一半哪件才好看。 当男生选B,但你心里可能比较喜欢A,这时买了B回家后,后悔了又会开始怪罪到男生头上,因此若真的无法下决定,不妨找闺蜜帮你一起看看比较好。 常看到女生对另一半要求,每天要说我爱你,相信久了不管是男生,你自己也会觉得听起来很敷衍。 像陶金莹说自己以前也很爱问李李仁这个问题,但后来就把注意力转到两个小孩身上,结果却看到李李仁大翻白眼。 相信女生都很怕参加纯男性的聚会,因为会无法搭上话题,而且有女生在旁,男生也会不能毫无忌惮地大聊特聊。 同理,男生也是一样,对于参加姐妹淘聚会也会觉得无聊,所以别逼男生一定要陪你参加。 通常男生听到这句话,只能回答有,不然下场就GG。 陶金莹坦言自己有时候也很爱问,但常常会让李李仁很无奈。 男生买东西都是有目标性的。 陶金莹举例像之前李李仁的床头钟坏了,要去百货公司买新的,所以他想说顺便带小孩一起去逛。 一家人到了百货公司后各自逛自己喜欢的,结果李李仁早已买好钟并在结账柜台排队了,最后就是全家速速回家。 因为男生本来的兴趣就不是逛街,因此女生找姐妹淘一起逛会比较好。 婚姻没有捷径,只有经营。 像上年这些我们都知道却可能忽略的两性观念,其实正是影响婚姻的杀手,因此从现在起不妨多倾听对方的需求,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想,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婚姻更加美好。